这其实要抓恶劣驾驶 而另外台中市的警方 则是现在忙着抓这个两名毒贩 他们是跨区来追博 不过呢这两名毒贩不但拒绝领解 而且还涉嫌冲撞警车 警方最后逼不得已连开了六枪 打中刑犯的右脚才终于把他们给拦了下来 因为拒绝警方拦解又涉嫌冲撞警车 刑犯的右脚因为中枪痛得坐倒在地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车身因为冲击保险感整个掉落 警方在车上搜到改造手枪 副驾驶座上已经有好几包毒品 都已经撒得到处都是 这两名三十出头的嫌犯都有毒品前科 原本都准备要入狱服刑 却还是在外面到处贩毒 台中警方接获献报 15号下午来到南投草屯区埋伏 没想到两名嫌犯碰到警方拦检 企图逃跑就开车冲撞警车 还造成一名远警受伤 自己深藏毒品却还大胆冲撞警车 现在不但没躲过警方追气 还要再背上妨碍公务的罪名 专讯网易潮与文旗台中采访报道